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 后患无穷 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 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造成卧报的时候 就后悔莫及了明了英国法则 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物的人 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 最有效的方法 莫过于提倡英国教育 提倡英国教育 必须了解基本的英国法则 一 英国不同时 从英到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 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 昨天种了瓜苗 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 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受枕 同样的道理 你现在做了善事 不能马上得到善果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它的善果才会成熟 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 马上得到善报 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过保 而是你过去所做的善业 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 而结成的善果 过去的善业是因 现在的善业是作员 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过 相反的 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 就没有得到善报 反而得到的是卧保 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 而是你过去所做的善业 现在成熟了 先产生卧保 对于过去卧业而言 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 掌业 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 卧业结成的卧苦 但是必定会使卧业的力量 小弱 所以你的卧保减轻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 你这个卧保会更加严重 这就是因缘国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 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